拜登是一個非常老辣 然後跟深謀遠慮 然後非常熟練的人 他就上台之後的這幾個月 這也沒多久 2月份的時候他都幹了什麼事情 2月26號 就美軍在2月26號的報導 美軍在25號的時候 就決定幹嘛呢 就是空襲敘利亞 就發動戰爭啊 然後美方的說法是說 這是為了要降低地區的緊張 原來空襲跟戰爭 能夠降低地區的緊張 這種說法也真的是聞所未聞 好 這是美軍最近在幹的第一件事情 那再來呢 美國也把目標指向了北朝鮮 就指向了北韓 2月1月25號的時候 2月12號的時候 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就講說 我們仍然要致力於朝鮮的無核化 好 再來第三是日本問題 2月23日美國國防部表示 釣魚台的問題上支持日本 再來第四 美國計劃打造了去中國大陸的產業供應鏈 就是我們今天新聞所談到的 不管是車用的晶片 就一百項的這個 就用所有的行政命令 要進行這個完全的自主化 以及要跟台灣方面加強合作 要把晶片產業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好了 這些事情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第一個 在敘利亞東部的這件事情 因為美國他必須要重新掌握對中東的主導權 逼退俄羅斯的勢力 所以他念之在之的 就不是說美國這個幾十萬人都已經染疫了 都確診了 都死亡了 然後他在幹嘛 他在空襲 他一樣在搞戰爭 那再來呢 為什麼要針對北韓 針對北韓的目的永遠不是針對北韓 針對北韓的目的 就是劍指中國大陸的東北 再一個為什麼要在釣魚台上要支持日本 就是每一次過去這20年以來 每當中國大陸跟日本 要簽訂什麼和平的這個協議啦 或者是經濟的協議啦 經貿關係有更緊密一步的交流啊 釣魚台一定就會出現問題 就是這20年來不變的鐵則 為什麼 因為美國就看不慣 也不希望中國大陸跟日本有任何 經貿上的往來 也不希望中國大陸跟日本有任何 因為害怕東亞的經貿會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害怕日本會被中國大陸這個當成小弟 那美國就喪失了他的這個防衛鏈 所以呢這些再來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要把產業鏈半導體核心芯片 都要能夠自主化 都是要供應鏈去除中國大陸化 因為中國大陸的芯片 目前在全世界的產能啊 幾乎也是二分之一 不只喔 七成 超過 出口七成 三分之二 我記錯了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這個芯片 所以美國當然希望要能夠全方位的來避免 好 那麼芯片的短缺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已經很早就開始了 從去年 去年就已經開始有這個芯片短缺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主要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廠啊 全部都停廠啦 好 那麼我現在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是那個 完蛋了我要查一下 叫做英偉 英偉達 台灣輝瑞翻譯叫什麼 叫做輝瑞 輝瑞 輝瑞 對 輝瑞 然後跟超微 好 輝瑞跟超微 輝瑞當時要推出一個這個顯示卡 好像是什麼RTX3000吧 還是RTX3000 對 RTX3000 然後呢就是說我們要賣這個東西啦 結果呢就是大缺貨 因為芯片不了所以大缺貨 大缺貨之後呢 然後當時它這個競爭對手超微AMD 就講說 齁 我們也要推出這個新產品 我們才不會像英偉達一樣 搞什麼飢餓營銷 好 我們保證供貨 結果到後來這個超微也才發現 原來對手不是飢餓營銷 是因為真的都做不出來 所以全方位的芯片的短缺 然後尤其現在我們看到是 包含在汽車上在手機上 在評寄型電腦上各種的 為什麼呢 除了第一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二個呢是在去年年中開始 有芯片的問題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很多人就已經開始囤貨了 很多大廠就已經開始優先購買存貨 又導致了芯片價格的上漲 而且芯片的原材料 什麼玻璃啦 然後還有一些稀土的價格 也都在上漲 再第三個 是因為在當前所有的這5G的時代 對於芯片的要求啊 大量的增加 雖然我們即便講說 手機的數量 2013年跟2020年 就是2013年的手機數量 其實比2020年還要來得多 是現在的兩倍喔 可是裡面用到芯片的數量呢 是遠遠超過過去的幾十倍 就是所有的這總和 所以到現在 我們越來越多的娛樂的需求 行政上的需求 尤其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不需要改到線上來開會 對於芯片的需求大增 那當然也就導致了 芯片的這一次整體的大缺貨 好啦 那麼芯片我們都知道 在上游當中 上游的設計 再來是製造 再來是封裝 上游的設計可以分為 基本上主要掌握在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公司跟英國的公司 製造呢 基本上也就是台積電 跟韓國的三星 好 那麼 所以美國覺得 反正上游在我 現在最缺的就是製造 製造呢 就是在台積電 因為先前就是利用台積電 去卡住了華為 對 所以對於華為 對整個中國大陸 2020年最 應該說 作為大陸 應該這樣講 就是 中國人呢有一個習性 很特別 為什麼呢 這總覺得 很擔心有什麼事情 是自己做不了 所以2020年 就除了疫情之外 整個中國人就覺得說 就是堂堂中國 地大物博 竟然會被人有卡脖子的項目 對 整個民族性非常的不爽 就怎麼可以有東西 我做不出來 我做不出來 而且還卡到我 就真的 儘管他只是一家民營企業 對吧 就一家華為企業 遇到困難 但整個中國人都覺得 為華為這件事情憤怒 為華為這件事情覺得說 華為必須要加油 所以中國已經從上到下 已經徹底確立了 中央已經公佈了 就是也是必須要在中國內部 要完全建立芯片的整個自主 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也包含了其他下游的 你是什麼光刻機啊 跟科實機啊 這些也都是掌握在外國廠商的手裡 好 那麼但是呢 芯片的技術正因為太過困難 它其實在全世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對 所以中國大陸更不可能 我根據 就我看到的資料的各種的說法 中國大陸也覺得 這個不可能說完全都不跟世界各國家接觸 然後 你不可能閉門造居 不可能閉門造居 對 所以呢你只有更廣泛的心胸 去做開放 去做貿易去做交換 才有辦法把中國芯片 把大陸的芯片融合 跟嵌入到世界的晶片體系 好 那麼如果美國要搞去中國大陸的 供應化的這個作為呢 實際上不太可能 拜登不是現在就是說要清點看看 什麼晶片啦 稀土啦 電池啦 醫療設備 是不是有跟這個中國產業鏈牽涉很深的 它全部都要清除 大家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中國幹起來 沒有 它產業鏈只是部分脫鉤啦 部分脫鉤 因為全面脫鉤不可能 所以呢實際上它不可能全面脫鉤 不可能說中國大陸產的東西都不用 因為美國畢竟沒有像民進黨那麼笨 那再來第二個實際上的不可能呢 就是人力上不可能 因為美國就沒有那麼多的工程師嘛 那因為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中國大陸 每一年幾乎就量產一千萬批工程師耶 因為所有中國大陸 這個 就畢業的每一年就是一千萬人的工程師來畢業 那當然就有大量的工程的人才 那美國是沒有這個人才的 再來第三 之所以美國現在的製造業的缺憾 已經沒有投入在這方面 是因為美國當初在搞金融經濟啊 美國當時就是在透過美元的霸權 然後強迫世界各國來買美債 然後它才能夠達到經濟上的繁榮 所以美國本來就沒有在著重製造業 這也是為什麼 川普喊了製造業回流喊了四年 但基本上沒什麼人理他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中國大陸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必須要把廠搬回來美國 沒什麼人理川普啊 但是後來當美國疫情爆發 然後大陸的疫情緩解之後 廠呢又回到中國大陸去了 所以根本跟關鍵的原因 還是我們講的生意跟經濟上的這個因素 不是政治力可以決定的 川普想要說 哎呀所有的這個製造廠 都要回到美國來做不到 拜登他如果想要講說 哎呀這個所有的半導體 都不能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啊 所有的這個都要回來 這個也是做不到 但是凸顯了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確實台積電的地位性 越來越重要 對 所以大家現在還是可以去買